泰森放到综合格斗里算不算厉害 不算厉害 只能算一个小菜鸟 在综合格斗规则下 在他那个级别 只能算上是小菜鸟 打得过泰森咋的啦 我就能打得过他 那你能打得过泰森吗 我觉得MV规则应该没啥大问题 能打赢泰森和时间 任何地铁、泰森 应该是被我三种涌上的存在 我三秒就Q泰森 泰森 沙袋是不会还手的 但是我会 硬发出一张 嘿嘿嘿嘿 Hey Mike Mike Come on Let's go stop back Jet Blue Mate flight Boy just got beat up by Mike Tyson Turn that way Yeah he got fucked up Trying to ask for autograph Man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哥哥笨 刚刚骗头几个要打泰森的精神小伙 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他们的视频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有病 其实他们没病 他们就是为了表现自己 诚实口快 我们称为嘴炮 在网上发一些视频 那么也有些嘴炮小伙 也去挑战那些搏击全场 最终都是被揍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些嘴炮小伙的下场 泰森我想我就不用过多的去介绍了 他是世界级的重量级拳王 获得很多的荣誉 而且他的拳击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泰森 虽然很厉害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国内的一些精神小伙 觉得泰森没有什么实力 那么不是三秒就是三招 就能秒杀泰森 我估计 这个泰森听到了 可能也是哭笑不得 那首先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泳森小伙 那个说要三招就能秒杀泰森的精神小伙 常常有人在评论区里面问我 能不能打赢泰森 在这里我只想说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泰森 应该是被我三招秒杀的存在 所以说不要问我能不能打野水 那就是三招秒杀 这位小伙声称三招就能秒杀泰森 那么最高的结果他去挑战那个太古雷龙 最后被打得满点是血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些片段啊 那么除了这个泳森小伙 还有一个李小龙的模仿者啊 也是一个精神小伙啊 不过不同的是啊 这个泳森小伙可以实战 但是这个李小龙模仿者 天天在模仿李小龙打泰森 但是没有实战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嘴巴小伙是怎么说的啊 我三秒就Q泰森 泰森我只想Q你或者被你Q 接下来我教你们Q泰森的其中一个方法 那现在很多人和泰森对打 他会选择防守 我会故意不防守 把头露出来 设下一个陷阱 骗泰森来打我的头部 他肯定会出拳打我的头部 当他出拳的时候 我马上下架 把他摔倒 然后呢 这是巴西融兽的裸脚 摔倒 裸脚 如果是在内裁的话 勒着他 想死他 他肯定要派准备输的啊 泰森 沙袋是不会还手的 但是我会 来呀 这位嘴炮小伙和上一个永存小伙不一样 永存小伙是三招秒杀泰森 他是三秒就能秒杀泰森 比上一个小伙更厉害啊 另外我们的散打选手死神方便啊 也是说能够打败泰森啊 觉得泰森啊 也没有那么厉害 打得过泰森咋的啦 我就能打得过他 打一下试试呢 他虽然是重量级的 但是泰森他的身高还没有我高呢 对吧 他体重可能比我大个10公斤 20公斤的样子 也没有比我打多少 打拳击我不行啊 但是你要说打自由搏击的话 我还是有一点型的这种可能呢 有一点点型的这种可能 因为有腿嘛 可能是受了这个死神方便的影响啊 那么最近那个格斗猩猩啊 叫做唐凯 他也认为啊 泰森没有什么厉害的 可以完全可以秒杀这个泰森 而且认为泰森是格斗小白 泰森放到综合格斗里算不算厉害 不算厉害 只能算一个小菜鸟 在综合格斗规则下 在他那个级别 只能算上是小菜鸟 对再厉害的拳击手 来到了综合格斗规则下 是没有一点胜算 那你能打得过泰森吗 我觉得MV规则 应该没啥大问题 他的规则 那我肯定打不过他 他的重量级呢 一百来过 是小马港州 一百拐将 我太难了 可能是由于泰森的年纪啊 比较大了 又或许是在现实生活中啊 他们认为不可能碰到泰森 所以说啊 他们会说啊 泰森啊 也没那么厉害 打泰森绰绰有余 只要三秒或者三招啊 就能打败泰森 反正泰森也不会找他们 那么最近啊 国外就是有一个小伙 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泰森了 可能这位小伙 也是受到 我们中国的嘴炮小伙的影响 他认为泰森没有那么厉害 于是啊 在飞机上挑衅泰森 最终啊 被泰森一对碰中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视频 在视频中我们看到啊 这个小伙的前面啊 就坐着泰森啊 泰森在休息 那小伙不停的指手画脚 对着拍摄的人啊 做出一些鬼脸啊 然后还不断的语言骚扰泰森 那么泰森啊 一开始也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小伙认为啊 这个泰森可能也不敢怎么样 那不停的骚扰 而做出一些动作啊 很开心啊 接下来啊 就发生不可思议的一幕 泰森直接受不了了 几个勾拳啊 这家几个打百拳 那小伙被打得满脸是血 然后他的脸色也是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到他 他这个表情啊非常的搞笑啊 脸上也是被打出了血 额头上都是血啊 看到没 刚刚还嘴炮的小伙 瞬间被皱得满脸是血啊 你们还认为泰森的实力 没有那么厉害吗 认为泰森老了 没有那么厉害了吗 其实啊 泰森打你们普通人是 绰绰有余 那么所以说啊 不要在网上再嘴炮 说要打泰森啊 泰森这个连技 打你们也是绰绰有余的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期啊 我们再分享更有意思的一些 视频啊 再见 听说麦克泰森 能打败李小龙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服 上了一台碰碰碰 你也是我的偶像 我三个回合就能降服你 拼法拐将 你准备还准备打泰森了吗 就算打泰森 也得先把 先回血 先把身体恢复一下 泰森打方便 会不会像打小孩一样 嗯 一拳就把方便打倒了 他一拳就打 他一拳能把我打倒 我一拳也能把它给打倒